先做了蜂蜜柚子茶 白狼我也没扔 做成了Q弹的柚子糖 粉粉嫩嫩的 柚子皮用盐搓一搓 它的表面有一层果辣 盐搓洗两三遍之后 用水冲洗一下就可以了 蜂蜜柚子茶大家都喝过 能润肠道又富汗维C 还蛮好喝的 柚子狼可以做成糖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吧 这个白白的东西 做出来就是柚子味的软糖 是不是很神奇 我要把皮完整的削下来 柚子皮中有皮干的成分特别苦 凑掉表面的果辣 把白瘟尽量去掉 切成特别细的细丝 都是为了洗的时候 让苦味更好地释放出去 切好了 先盐水泡上20分钟 来剥一下果肉 这里注意了 很多人都是在这里失败的 一定要尽量忍住 别把柚子吃掉了 不然后面的步骤就完不成了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 买两个柚子 刚刚吃完的我 现在基本上可以做到心如止水了 剥好的柚子肉备用 盐水泡过的柚子皮 再放进锅里煮一下 进一步去除苦味 不用煮太久 水开就可以捞出来 再用清水搓洗一下 这样处理完基本上就不苦了 最后再告诉你们一个做出来绝对不会苦的办法 拿一根放嘴里尝尝 还是特别苦的话 就按前面的步骤再来一次 直到它不苦为止 煮的时候柚子皮铺底 柚子肉稍微拌碎一点 再加350克黄冰糖 250毫升水 一起小火熬煮一个小时左右 乘这个时间来做一下柚子糖 果然切成两厘米左右的小方块 用水反复搓洗干净 大概五到六遍之后就洗好了 拧干水分放进锅里煮 水开煮一分钟就好 捞住再反复清洗五到六遍的样子 使劲淋干水分备用 起锅加入300克冰糖 和刚好没过它的水 喜欢很甜的小伙伴还可以多加点糖 把糖熬化了 加入柚子仰 转小火慢慢翻炒至水分收干 这样挂霜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做好的柚子糖自带清香 外壳是阴硬的 摇开里面比较软嫩 还有一点嚼劲 这边也要时不时搅拌一下 防止糊锅 熬到柚子皮透明 汁水粘稠的时候就好了 放凉后 加入400克蜂蜜搅拌均匀 密封冷藏的话可以放一个月哦 蜂蜜柚子茶可以作为果酱 磨面包吐司 还可以用来调鸡尾酒 当然直接泡水壳就很好 泡的话记得不要用开水 温水泡比较好 酸酸地